诗词小课堂中华大世界 读诗词听故事 给孩子一个有诗有梦的童年 各位好 欢迎来到诗词大世界 现在进入我们中华小故事环节 我们今天讲的这首词 庭院申申申集许 它的词牌名叫蝶炼花 就让我想起了蝴蝶炼花 那么在我们中国的民间传说里边 有一个非常美丽非常动人的故事 就是梁柱画蝶 这是也从蝶炼花的词牌名上 我想起来的 那么蝶炼花就是梁柱画蝶 是一个非常凄美的民间爱情传说 多少年来就一直流传在 我们百姓的口口相传 故事是发生在东晋的时候 那么在浙江 惠吉郡 上宇县 现在还有这个地方 有个叫祝家庄 这个不是三大祝家庄那个 那么在祝家庄 玉水河边有个住院外 她有个女儿叫 颖台 美丽 聪颖 自幼跟着自己的哥哥学习诗文 那么仰慕着班朝蔡文基的才学 这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才女 但是因为家里边没有什么好的老师 所以就一心想前往惠吉郡城 也就是今天的绍兴 那时候可是大城市去访诗求学 但是住院外拒绝了女儿的请求 一个姑娘家的抛头露面的 出去上什么学 是吧 在家 学学朽画得了 她不让周英台去 但是周英台求学心切 她就想了一招 你不是怕我这个人家看出我是女孩 不方便吗 于是她就给自己的乔装改扮一番 把自己的打扮成了一个算卦的 她就上了住院外他们家了 给住院外算卦 说 哎呀 按这个卦相来推断 园外你还是让恋爱出门的好 要不然在家必有祸事 就在家要出事 住院外一听 这是真的啊 哎呀 这个先生您真是扮仙什么这个 然后掏出银子 感谢这个祝英台所假扮的算命先生 这时候祝英台才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说爸爸原来这个是你的女儿祝英台 哎 你看我呢装扮成这个算卦的先生 你是我的父亲 你都认不出我来 我呢只要乔装改扮好 小心一些 即使我出去求学 也不会有任何的不方便 这祝老园嘛 一看女儿这 哎呀 这家伙啊 第一呢 这个化妆术太高明了 第二呢 一看这决心这么大 我也拦不住 那好吧 勉强答应了 哎 这样 祝英台就女扮男装 前去惠吉俊成 就是今天的绍兴求学 那么在求学的途中 他邂逅了也前往绍兴求学的书生 梁山伯 这俩人呢是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 就是聊得开心 有缘分 于是呢 在草桥亭上 搓土为乡 两个人呢就结拜了个 一兄一弟 梁山伯不知道 祝英台是女孩啊 哎 那么呢 等两个人来到了 这个惠吉俊成的重乙书院 然后呢 就拜世入学 两人成了同学了 从此之后啊 是同窗共读 啊 形影不离 那么梁柱两个人呢 做同学做了三年 清身四海 英台呢 早就爱上了梁山伯 但是梁山伯始终不知道啊 祝英台是女子 哎 只念着兄弟之情 对她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是不是 哎 你小男孩我干嘛呀 这时候呢 呢 祝英台的父亲啊 想念姑娘了 哎 三年不回来了 我这姑娘到底怎么回事啊 所以呢 就催着她赶紧回家 那英台呢 一看没办法 只能仓促地回去了 那么梁柱呢 就此分别 依依不舍 梁山伯一直送了她十八里 所以呢 有一首 有一应该叫一曲乐句啊 叫做十八相送 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么在这个梁山伯送祝英台的途中啊 祝英台是不断的呢 暗示梁山伯 说你觉得我好不好看呀 拿一朵花 说你看这花像我 这花呢 像梁兄你 我们两个是不是很般配啊 梁山伯他忠后老是 不知道什么意思 觉得今天我这个学弟子呢 怪怪的啊 说话 不着 不着四六的 不懂 后来呢 周英台也被他逼得无奈 就只能说啊 你看我家中啊 有个小九妹 这个在那个乐剧中呢 也曾经唱过啊 家中有小九妹 然后呢 我这个九妹呢 拼帽和自己特别的像 因为周英台长得很漂亮 他说我有个妹妹 跟自己长得特别像 你愿不愿意娶我的妹妹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我回家跟你做梅 那么这个梁山伯当然高兴了 他说要有一个妹妹 长得跟你像 跟你是这么漂亮 我肯定愿意娶 那么就约好了 我去你家提亲 但是呢 因为梁山伯家里太穷了 为了筹备一些个 提亲用的礼物呢 他未能如期而至 等他到了住家求婚的时候 住英台的父亲早就 把住英台许配给 那么当地的一位太守的儿子 叫马文才 一般叫这名的都不是什么好人 所以这一场梁山伯和住英台的 美好姻缘呢 已经成了泡影 于是二人在楼台相会 泪眼相像是欺然而别 楼台会 两个人在临别的时候呢 共同立下了事业 生不能 结为夫妻 死也要埋在一处 那么后来呢 梁山伯被朝廷招为 招到了宁波市的一个地方 去做一个小县官 但是呢 因为他思念 住英台 忧郁成疾 不久呢 就身亡了 死了之后呢 就埋在了当地的一个地方 叫九龙须 住英台听到梁山伯事事这个噩耗啊 当时呢 就心灰意冷 决定 以身相训 就是他也不想活了 那么住英台被迫出嫁的时候呢 他故意啊 在途中呢 绕道 去梁山伯的墓前 去祭奠 那么在住英台 悲痛感应之下呢 这时候呢 神奇的现象出现了 风雨雷电大作 那么梁山伯的坟墓 当时就爆裂了 裂出一个大坑 那么 周英台呢 跳进了这个坟墓中 这坟墓又重新合上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风也停了 雨也止了 彩虹高悬 而从梁山伯的坟墓中 画出了一对 美丽异常的蝴蝶 在人间是翩翩飞舞 这就是著名的话蝶的来历 好 我们今天的中华小故事 就跟您讲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等一下再见 欢迎大家回到诗词大世界 我们的这个单元叫做 人人来背诗 今天啊 我们的背诗小嘉宾 是一位小帅哥 我要了解一下他 你叫什么名字 Ryan 李静然 所以说这个中英文名字 都连在一起说了 你的英文名字叫做Ryan 中英名字叫做李静然 特别好听的一个名字 我看你今天穿的这个着装 特别的帅 今天的这个穿的衣服 是谁帮你找的 妈妈 妈妈 妈妈是不是也在这个 教你这首诗的过程中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这首诗啊 我们要跟这个电视机前的 大朋友小朋友说一下 因为今天我们要背的 这首诗特别的长 所以说我们之前啊 就特别有压力 觉得给我们的小朋友 这个压力也是 稍微有点大的 所以我问问你觉得 背诗的时候难不难 有一点点是不是 我听妈妈说啊 说这个如果不背诗的话 你平时是不是要练钢琴 那每天都要练 多长时间的钢琴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所以说最近这几天 因为要背这首诗 所以每天这个练钢琴的时间 是不是稍微的少了一点点 那每天都用多长时间 来背这首诗呢 想一想 应该背了 总之是背了好几天 说从上个周末就开始背 一直背到周四 所以说现在这首诗 能背下来了吗 可以啊 信心十足啊 所以说我们今天啊 这个要跟大家背的这首诗 叫做蝶恋花 庭院生生 生极许 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吗 是谁 它的名字叫欧阳修 欧阳修 它也是三个字的名字 你也是三个字的 是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背这首诗 好不好 我给你开个头啊 预备 开始 先去 好棒啊 特别的顺 咱俩 high five一下 好不好 谢谢 所以啊 这个我也得谢谢你 这么长的一首诗 而且特别有韵律 就背下来了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在Run背这首诗的过程中 第一趴和第二趴中间 是有一个小小的停顿的 这个是背诗的时候 这个妈妈教你的 是不是 是 所以说你看 这个中文的诗词里边 也有很多的 这个奥妙在里边 以后还会不会继续背诗词 喜欢吗 喜欢 喜欢 那么和钢琴比呢 两个都喜欢吗 喜欢 好 那希望这个 我知道这个Ryan家里边 有特别多 这个弹钢琴弹得特别好的 那么Ryan现在背诗 也背得特别好 那么以后也可以 教更多的小朋友来背诗 好不好 嗯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了 我们要不要和电视机前的 大朋友小朋友 说个再见 挥挥手 好不好 挥挥手和他们再见 和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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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